2020年12月23日 从学校回家过圣诞节的儿子雨晨 同意带上她的老妈 一早让我陪她去Santa Cruz冲浪 并同意让我拍摄她 我感觉很受宠 美美的有价节同庆的心情 雨晨说海边会冷 于是我穿了里外三层 但到了海边 阳光明媚 也没有很大的风 真的是观赏冲浪的绝佳天气 我把大一拖在了车里 这样的美景与温暖的海边 我决定要放松身心 尽情地来观赏 什么你觉得呢 我们正在走到这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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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事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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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可以站在那里 如果你想要 OK, I will. See you. Good luck. Be safe. 又骄傲,一种喜欢在大自然里搏击的年轻人,代表了朝气和青春。 让我吃惊的是,冲浪者中有很多女孩子, 她们拿着大而长的冲浪板,穿着紧身的冲浪服,走向大海深处。 在大海的波浪中消失的画面,真的令人兴奋,也让我备受鼓舞。 当大海的掏声与海鸥的叫声交相呼应, 起伏跌宕的时候, 我感觉海边冲浪以及观望冲浪者 都是一种身心疗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街道上我发现了临海的栏杆上 一个纪念25岁将生命献给了大海的年轻冲浪者 Justin Holmard的纪念柱 上面有他的生辰时间 以一句Rest in Peace Always loved, Never forgotten 安息永远被爱着 绝不被忘记的纪念碑 这个热爱冲浪运动的年轻人 将自己永远地融入了给他刺激和兴奋的大海中 他可以永远冲浪 再不会跌落 一个人如果有自己热爱的事情 一定要去实现 即使有些梦想可以让我们付出生命的代价 但没有梦想的生命 那又有什么意思呢 比加索曾说 The meaning of life is to find your gift The purpose of your life is to give it away 生命的意义是找到你的礼物 生命的目的是给出这个礼物 We'll do it again Yeah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